美国花费数千亿美金打造的F2、F35或许在实战中无法发挥作用 美国认为行不通的,但中国做到了 因中国不按套路出牌,让美军彻底失散 F2和F35凭借其优异的隐身性能、激动性和态势感知能力 成为当今世界上综合能力最强战机的代表之一 一直是美国空军的力量象征 可以说这些无形杀手给各国防空网带来无尽的压力 就在近日,有媒体报道 中国开发出的一武器装备可以终结其神话 既媒体报道,世界上已经诞生了可以探测隐身战机的雷达 对于这一点美国空军应该担心嘛 文章指出,中国开发出一种可探测隐身战机的反隐身雷达 而且还可以作为火控雷达 将导弹导向F35、F22这样的隐身战机上 最了解,这卡雷达有多用途可以部署在车辆、战舰 更能使隐身战机无处遁形 为守望蓝天,我国在反隐身雷达方面的研究已努力多年 现在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文中所说的反隐身雷达就是米波雷达 此前有权威媒体报道称 我国自主研究出第四代雷达 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反隐身先进米波雷达的国家 最了解,在研发之前 美国都认为这条路行不通 但是中国却不按套路出牌 可是如今中国做到了 还成为了前球第一 事实上 俄罗斯的卡甲雷达早在2010年就宣布发现过F22 暂时并不能持续锁定 传统的米波雷达存在两个缺陷 首先不能为打击火力提供准确的引导 其次一般都是二维体制 只能大规模预警 并不能提高敌方战机的高度信息 而文中所提到的正是我国推出的米波三座标雷达 已经解决了这两个大问题 文章甚至还称 美国海军在制定2018年预算时 专门播出20亿美元 就是为了在新型干扰机中 增加反先进米波雷达的对抗能力 有分析认为 我国的反引寸雷达的快速发展 所以让美军花费数千亿美元的F2和F35战机 在实战中无法发挥作用 这也意味着美国的策略彻底失散